Wilkabell 辉熊 各位好 Fry Bear 辉熊 今天有人問到 關於 OpenShot iMovie Kinov 哪一種 編輯的部份 我用的就是 我們一般用保證明 蘋果的桌機 筆電 那筆電它的安裝很方便 而且輸入鍵盤也很方便 那我來示範一下怎樣拍編輯 希望用三分鐘就教會各位 第一個它是Free的 你可以上網去Download就可以 那名字在這裡 你會看到OpenShot Editor OpenShot Video Editor 看得到 我以後不要再動 OK 再來 我就用我昨天拍的 應該講今天凌晨拍的這個影片 那第一個影片我就在這裡 第二 第三 第四 那這個四個影片的封面在這裡 或者說我要把它放在YouTube裡面的影片 那我把YouTube當第二節拍影片 我先把OpenShot講完 OpenShot像這樣四個影片 你怎麼把它併在一起 你可以看我大約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好 本來這樣回去 好 那這個是第二段 各位 現在看鏡頭裡面的那個就是iPhone 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我的畫家名字 好 那這四個你看完以後呢 你可以 你可以在 你把OpenShot裝完好 裝 裝好了以後呢 你打開這個加號 然後你把這個四個框起來 一個一個選也可以 你要四個一起選也可以 選完以後呢 我這已經選進去了 所以我就已經放在這裡 選進去這四個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可以是製作你的封面 封面的話 你在上面這邊有個字幕 你把字幕打開 在字幕打開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字幕 我剛才選的那個 我現在選的是這個標準三啊四啊 你可以打兩三行字 那這個封面你可以製作完以後 它等於你把字打完以後 它會去背景 好 那你放下去以後呢 你可以重疊在你的螢幕前面 你就像打字幕一樣 好 比如說像現在這樣 那我先放一段給各位看看啊 這是 昨天的影片 好 它就出現字幕了 你各位看這個字幕 它不是很明顯 因為有點透明 因為它全程的要使用 好 那假如你覺得這個字幕呢 時間要從頭到尾 你都要擁有它 你就可以把它拉長 就非常簡單 那這樣的話你的整個畫面呢 你都 整個過程呢 你都會有這個字幕存在 也就是說 因為這些字 並不會影響到整個畫面 就是說你還是看得到 影片裡面的內容 但是它可以 大概可以接 幫你的主要的Outline 放在上面說 我這個影片那裡在講些什麼 比如說這個是在講長期的作畫 然後怎麼樣展示 我們說自己作畫的結果 不一定要到外面去展示 在家裡也可以 再來就是說你展示 為什麼要展示 就是你要自己檢討 為了要進步嘛 那這樣的影片 我們在上一部影片 各位可以回頭看看 那大概是這樣 好了 那做完了以後呢 這邊有個紅色的箭頭 紅色的這個箭頭 你按下去 它就有個輸出 影片的會出影片 那你把名字給它打一打 打一打以後你就按 會出影片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的影片呢 你就可以放在YouTube上面 我想我下一集 我在拍這個YouTube影片 我怎麼樣把它上 把它Upload上去 那這個大概就是整個製作的過程 所以OpenShot其實超級容易 但我也都沒有去上什麼課 其實是不需要的 好 我們先聊到這裡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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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